直升機緊急吊掛物資 史上最大的核安演習就在核二場 在1號反應爐旁邊模擬場區起火 消防車緊急灌救 萬一爐心溶毀 冷卻水系統遭摧毀 得緊急攔住河道抽水降溫 事實上核電廠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的冷卻水 萬一完全故障的話 怎麼辦呢 用什麼東西來冷卻爐心呢 現在就要演練的是 透過這個攔截渠道的方式呢 就把這個水從河道裡面抽出來之後呢 接著往外噴灑 不只演練救災 也展示救援物資 如何抵抗核災 不被摧毀 畫面中這裡就是他們俗稱為 八卦圖的這個反應爐的爐心 你看到每一個綠色的燈都代表一個控制棒 目前這邊總共145根 綠色的燈是代表了目前控制棒是全入了 只要出現紅燈表示它正在進行核分裂 多重要啊 你看一下 主控的面板上面寫的 除了這些專有名詞之外 還寫了手道 眼道 心道 台鐵人以為神經緊繃 碰上了核災 主控是得緊緊運作 然後三號貨櫃裡面 主要是要儲存那個進水口 垃圾區域的工具 就是怕海峽來會帶一些垃圾 要在2025年之前所謂的達到非核家園 現在這個所謂核廠二號機 未來有可能會重啟嗎 現在還是個大的問號 藉王維 朱定龍 朱顯民 SNG小組 新北報導 凱希霸 朱定龍 朱定龍奧